欢迎收听3月31日的世界晚报 洛杉矶线华人秘籍的盛盖博士的一个商场 3月31日传出一辆汽车开进餐厅 肇事者又是银发族 目前尚不清楚有无造成任何人员受伤 拜登称有迹象显示 普婷已开除或软禁一些幕僚 南加内陆一家金属回收厂 发生剧烈爆炸事故 至少五人受伤 淡江大学大陆所荣誉教授表示 俄乌战争给台湾很大的影响 让台提升自我防卫 中国也有获得教训 最好不要武统 新泽西州一名男子一天中三次奖 最高一张获中300万元投奖 美国国务院今天公布香港政策报告 指出过去一年中国持续瓦解香港民主制度 北加州戏骨的华裔黄仁勋 以净资产257亿元 名列加州富豪榜第四名 美股31日连续第二个交易日下跌 结束了华尔街动荡的第一季 洛杉矶消息 洛杉矶县华人密集的圣盖博士的一个商场 3月31日传出一辆汽车开进中文招牌 写着越南餐室的餐厅 目前尚不清楚这起事件有无造成任何人员受伤 据悉一辆由白发妇女开的汽车 可能在当天上午10时左右撞碎了这家英文叫做Golden Daily St. Gabriel的餐厅的玻璃门组合 整辆汽车并驶进餐厅里 以横向的姿态停摆在餐厅里 当时这起意外照音于赵氏汽车的司机错把油门当作刹车 而有现场目击证人透过社交媒体表示 赵氏的女驾驶员看来是一名年长的白发妇女 华盛顿消息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 美国国内燃料价格攀升 总统拜登已下令释出战略处游 他今天形容这项空前举措可减轻痛苦 另提到俄国总统普廷可能已把一些幕僚软禁在家 提到俄乌战局 他对于莫斯科宣称减少在乌克兰部分区域的军事行动 他抱持怀疑态度 普廷似乎把自己隔离起来 且有一些迹象显示 他已经开除一些幕僚 或是把他们软禁在家 不过拜登也说 当中有很多异测成分 他不想太过相信那种说法 洛杉矶消息 31日上午 南加内陆圣伯纳厅诺县蒙特克莱士一家金属回收厂 发生剧烈爆炸事故 至少5人受伤 爆炸导致火灾 腾起浓烟 在树莹里外都能看见 据在推特上公布的一段现场视频 可以听到持续爆炸声响 燃烧的金属物在爆炸声中 弹射到四周 重重砸在附近地面上 事故发生在上午约9时 初步有4人受严重烧伤及爆炸机伤送医 还有一名轻伤者在现场接受包扎 拒绝到医院进一步治疗 台北消息 淡江大学大陆所荣誉教授赵春山近日表示 俄乌战争给台湾很大的影响 是让台湾年轻人关心国际事件 民众也从中意识到 国家最终得靠自己 民调也显示 台湾自我防卫的意志比率有所提升 他还判断 中国也有获得教训 最好不要武统 同文同种打下来是两败俱伤 他认为 近期美国对台湾释放的讯息是 你放心我支持你 但更关键的是 台湾仍然要靠自己 新州消息 新泽西州南部一名男子的运气好的令人难以置信 他一天内买了三次呱呱乐奖券 结果三张全中 在前面的两张分别赢了50元和100元后 最后一张获中300万元投奖 这名男子要求保持匿名 新州乐透局说 他获中300万元的终极致富奖券 是在新州获利山镇兰科卡斯路的兰科卡斯酒庄买下的 乐透局表示 这名男子上午出门去买咖啡和松饼 期间买了一张呱呱乐奖券 结果赢了50元 然后他决定再买一张 又赢了100元 华盛顿消息 美国国务院今天公布香港政策报告 指出过去一年中国持续瓦解香港民主制度 与此同时 香港也在国际组织协助中国阻止台湾有意义参与 表明香港自主参与国际组织的能力正在削弱 美国国务院今天公布年度香港政策报告指出 过去一年 北京当局采取行动削弱香港反对者在城市治理发挥重要作用的能力 并将批评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和平政治言论有效定为刑事犯罪 并对香港选举制度进行彻底改革 阻止未经北京批准的政治团体参与 削弱香港选民选举权 洛杉矶消息 数据媒体公司利用复笔式资料 公布加州184名亿万富豪最新名单 北加州戏骨的华裔黄仁勋 以净资产257亿元名列加州富豪榜第四名 脸书创始人查克百格名列第三 在先前复笔式的最新排名中黄仁勋排名第七 查克百格排名第一 本次公布的加州富豪排行榜第一名是谷歌联合创始人佩吉 有预测说预计至2026年 电子商务巨拨亚马逊公司执行官贝佐斯 将成为世界上第一名亿万富豪 华尔街消息 美股31日连续第二个交易日下跌 结束了华尔街动荡的第一季 道琼工业平均指数下跌550.46点或1.56%至34678.35点 石坦普500指数下跌72.04点或1.57%至4530.41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221.76点或1.54%至14220.52点 收盘前最后一个小时跌幅加深 股指收于盘中低点 31日是3月和第一季最后一个交易日 以上就是今天世界晚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